大甲媽祖鎮 繞盡盛大的展開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在昨天晚間十點半抵達現場 親自伏降 不過令人注意到的是 民進黨政治人物已經長達三年都沒有參與盛會 這一次民進黨立委蔡其昌打破僵局現身參拜 不過他也笑說其實每一年都會來 只是大家沒有注意到而已 另外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立法院副院長江啟成也都出席了 可見藍綠白對媽祖政治學的重視 一進場就被民眾團團包圍 為了一睹立法院長韓國瑜來大甲鎮藍宮親自伏教 扛下重任公送媽祖出巡場外煙火齊放 氣氛還到最高點 同一天下午民進黨立委蔡其昌顯神參拜 做一個在地人也是在地的立法委員 其實這十幾年來每一年我都要來拜拜 其實我每一年都來拜很多次啦 只是有時候我來拜的時候 你們也沒有人那麼多媒體來啦 特別解釋每年都有來 因為二零二一年鎮藍宮董座延青鏢之子 延寬恆投入台中第二選區立委補選 宮廟的財務狀況 延青鏢的董座資格成為攻擊目標 雖然最終民進黨的林靜怡勝選 不過民進黨則開始缺席大甲媽祖繞境 將重心轉為苗栗白沙臀 這回蔡其昌現身才格外受到關注 大家用比較用宗教的角度來看 你要再去理解把它又要牽扯東牽扯西 我覺得這個不見得是對大甲媽 最好的這個敬意啦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在下午現身正藍宮 殘敗過程 妻子陳佩琪甜笑緊跟在後 旅傳和柯文哲有嫌隙的台中市政府 顧問蔡壁如也同行 立法院副院長江啟成接力登場 大家都反應因為我們不關系 藍綠白我們大家媽都有邀請 近三年成為藍白勝地的正藍宮 今年藍綠白都集結 搶修正門媽祖政治學 記者 我是原理事 懷斯恩君小組 台中常伯伯